倒霉 居然跟女学生林呱呱交换了灵魂 看来代替本校长发言行不行啊 你紧张把高层昨天给我点的联想卡 全忘光了 这么多人不信念了我关呀 校长 大家都等着你发言嘛 不管了 这是废话的钱 今天我们开这个大会 是因为我们需要开一个会 至于为什么需要开一个会 是因为我觉得需要开一个会 他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好吧 校长每次发言大差不差 都是这种废话文学啊 废话文学 校长每次开大会的演讲稿 都要写整整三天三夜 还要修改七七四十九次呢 瓜瓜你这么清楚 我都要以为校长写的时候 你就在堂天 怎么可能 我就是猜的 猜的 不不不不 校长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哼 青瓜瓜 今天全下大会 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没有吧 所有的老师都看我今天的发言 很精彩呢 拍马那都是拍马屁 总之我们必须马上交换回来 不然吃早就穿吧 我也想早点换回来 我昨天熬了个大夜 查了很多的资料 发现电视剧里 都是两个人 剧烈地撞击一下 就换回来了 那还整什么 我这就来撞你 我准备好了 你撞吧 资料 人家 准夭夭 你胆子挺肥啊 居然赶正宋长 宋孔主任 我们是在练习拳击 拳击 对对对 猜怪 人来是这样 那小老你慢慢学 这地方不安全 我们换个地方 好 校长 这里应该安全了 好 拿吧 不太行吧 我们是不是有方法不对啊 那就倒是你去 撞了一百次之后 不行了 校长 你的腰傻了 林瓜瓜 您可要小心点 这可是我的腰啊 我 妈妈 校长 您管我叫妈妈 我是说 瓜瓜的妈妈 您好 瓜瓜 你们校长 这儿好像有点运气 可能是吧 我们一时一年 吃脑骨在林瓜瓜手上 撞击计划失败后 到底要怎样才能换回来 不管了 先睡一觉再多了 校长就是爽啊 我睡都能睡得太干净 爸 叔叔 你怎么坐在我们校长的位置上 爸 叔叔 我怎么又变成白王了 我怎么变成林瓜瓜 我睡觉了 我怎么变成校长啊 林瓜瓜 你快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儿校长 我午休一睁开眼睛 就发现我浪漫的林魂互换了 灵魂互换 你以为是拍电影呢 简直就是胡闹 王大宝老师 林瓜瓜 你叫我什么 我是校长朱惠妃 但是现在我跟林瓜瓜灵魂互换了 你提示点子多 你来想想办法 这个理由 李牛牛今天早上已经用过 你是不是也想用这个不交作业 王大宝 林瓜瓜同学乱说话 这下直接被校长带走屁额吧 小张 我求求你了 你顶着我的脸去说什么灵魂武幻 别人看他以为我有什么大病 也对 跟谁说这么离谱的事情 也会觉得本校长脑子有病 我肯定会损坏校长您的形象 那找到交换回来的方法之前 我们只能先扮演对方了 对 那校长 你可千万别露线哦 本校长怎么可能会露线 管好你自己吧 林瓜瓜 校长回到宿舍 加油 祝你可以 你一定可以的 嗯 林瓜瓜 我换个衣服你叫什么 啊 我 我 我来反了 不能看女学生换衣服 还叫保护女学生的衣服 乖乖 帮我拿点纸 乖乖 成乖 林瓜瓜 他们校教你拿纸呢 你咋不理他呢 啊 哦 伸出去 乖乖 你看起来 我屁股都坐马了 只 跟你 乖乖 你毕业了 虽然嫌弃我 不能没发现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不行了 你还是嫌弃我了呗 哎 果然会消失了 哎 哎呀 龚玉乔同学 这份线有点大 乖乖 多配有你 啊 乖乖 你当时怎么讲到这个主意的 太牛了 啊 你说什么 哦 这个是 很简单嘛 我就这样 就想出来啊 不对 怎么感觉乖乖你今天有点乖 哪里乖 不会到我这儿了 我哪里乖 外里乖 外里乖 哈哈 是的 我也觉得是 哈哈哈哈 你再玩说一鸟 等小长都准备着误了 另一边的呱呱 小长 老师们都到 可以开始教师大会 这教师大会 我也没带过啊 哦 我要说些什么呀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哦 王大宝老师 校长您说 肯定是要批评我这几小时评理是倒数 你这边谱可是大事 学校领导都很重视 所以你下构不能拖沓 必须立马去厕所 哦 没问题 校长 李自熟老师 听说你们家的老母猪生第3胎 现在猪猪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不是 谢谢校长没关系 猪猪们的情况现在非常好 那就好 要肥一点 到时候我们来吃烤肉猪 今天的校长怎么怪你亏气 小长 教师大会 你怎么问这些乱的小孩 啊 不是你让我随便来问 随便问的吗 小姐 今天的教师大会就这样吧 明天的全校大会 小长 您可给他好好准备啊 全校大会 完了完了 明天我不会露馅儿吧 大家快帮我想想办法 我是你们习惯的李光光啊 今天我们来玩的新游戏叫 斑然啦 斑然啦 这个怎么玩 就是不管别人跟你说什么 你都要先说斑然啦 如果说话之前不说斑然啦 就算输 是这样吗 没错 那我们就开始了 林瓜瓜 你就是个什么都喜欢吃的饭桶 嘿嘿嘿 斑然啦 那小美你就是全宿舍最臭美的臭美罐 当然啦 那就比唐丽乔好 哼 唐丽乔就是全宿舍最好吃懒做的大懒猪 斑然啦 那小美你还是个重度公主病患者呢 斑然啦 怎么你们都说我啊 是说白雪啊 白雪是我们宿舍唯一的书呆子 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 斑然啦 我不做书呆子怎么考年纪第一 总不能像你一样 考倒数还整天乐呵呵的吧 斑然啦 我就爱小乐 可以了吧 哼 小美咱们你就不能慢 过了一会 我的妈呀 赶快的零食就吃完了 唐丽乔 你真是我见过最能吃的饭桶 可恶 这个时候又不能乱的利率 唐丽乔 这回你总不能说当然啦了吧 当然啦 我就是最能吃的饭桶 我就是最能吃的饭桶 唐丽乔 你居然吃而弱自己是饭桶 我会把这些都带给我宿舍的人看 搞出发生这些饭桶 唐丽乔为了赢个游戏又太热了吧 唐丽乔 我的游戏没跳吧 唐丽乔 这个游戏我必须要 刚才我截获了莉莉手中的零食袋 她说这些都是你们宿舍的 是真的吗 妈 现在零食不能再进宿舍 我们要被打 唐丽乔 这个时候千万别说当然了 当然了 就是我们的 咱们这 嗯 嚣张 太嚣张了 哼 这把游戏我一定了 你们谁都玩得过我 哼 你们坐上 赶我去扫走啦 二零五集体癌乏撸 玩个游戏都玩玩到没法扫定 我真是服务啦 被罚扫定了吗 下次还敢不敢这样动得嚣张啊 妈妈啊 我们不打得嚣张 还有别人跳舞 别人跳舞 妈妈不玩啦 你们二零五集成绩 你怎么这么嚣张啊 妈妈啊 小奶 你说了是不是啊 妈妈 妈妈啊 我们不打得嚣张的跳舞 妈妈啊 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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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 大学 你说了 妈妈啊 当然了 我还以怎么生气我们怎么了 包包 这个 妈妈啊 当然了 妈妈啊 妈妈啊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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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找一个人记得吗 妈妈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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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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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你赶回来 我还在挣钱养家呢 我会一边帮你上班 一边想办法的 在找到换回来的方法之前 也请保安大叔 一定要帮我好好上课 我都别死了 是昨天了 让我来上课 不是让我老病吗 大汉 上课前先出查一下 昨天的预期情况 刘宝宝 完了 你拿一点肯定了 现在帮保安叔叔回答上了 不然肯定会被怀里的 图片的英文怎么说 我能的 品尝 啼 啼子球 我云 林华华 你现在说英语 怎么还带口音呢 不说 阿子存那人家话 从来带口音啊 那好 你继续说 强的英文怎么说 我 我 强的英文是 我 林华华 你找不清理你多是吧 可难 林华华他们当学生也不容易啊 这问题都回答上来 老师还不安逸 另一边的瓜瓜 所以小样 当时你也在睡觉 是啊 我以为你也要到过来 没想到 林华华你变成多小兵 看来 隐隐无关的关键之一 就是睡觉 保安医院 嗯 当时发现学生欢迎 请进去 收拾 算了 我先去帮保安当中市场了吧 以后再给你联系 那你哦 你终于摔掉那些烦人的保安了 牛哥我要翻墙出去上网 犯大 犯大 犯牛 你又翻墙出去 小心 我告诉王老师 保安大叔 我是出犯 你千万别告诉我班主任啊 嗯 行了 再让我抓到 不要你好看 这个傻保安 肯定猜不到牛哥我还有另外一个秘密基地 被我甩开了吧 嘿嘿嘿嘿 蛤 你也来的太慢了吧 你迷牛 保安大叔 你怎么来这儿 没办法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的妙性 走来 跟我先检查去 你感觉这个保安 莫名的像林呱呱 整个人呱呱呱气的 我该不会 闪上幻觉了吧 今天我有个小粉丝 她的爸爸妈妈特意开车 从这家呆盘来看我 那会激动 所以我决定 一定要帮助她私下一个任务 大胆说了吧 我小白 是骗子的白事 可以吗 没问题 那咱们这就开开了 装的吗 我没人是妈妈 耶 看看粉丝演得怎么样 嗯 酷浪米 你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仔仔 嗯 我也是酷浪米的粉丝 我叫翠翠 可以和你家朋友吗 当然可以 只要你也是酷门人 我们就是好朋友 我叫林乖乖 这个送给你 谢谢乖乖 谢谢乖乖 谢谢你怎么了 我对玩偶的毛毛过敏 不好意思啊脆脆 我不知道你会过敏 这又不怪你 乖乖 我还担心你被吓到 以后就不跟我玩了呢 不会的 你想不想打羽毛球啊 我们应该球轻 我来跑啊 呜 现在有点晕 啊 翠翠 你是不是又碰我这个毛毛了 我拿开 不是 是紫外线过敏 你傻太阳 跳烟了 翠翠 你在外面太容易过敏了 还是带起蛋饭比较安全 好 翠翠 你不会连吃饭也过敏吧 我米饭过敏 猪肉 也过敏 第一次听说米饭过敏的 翠翠 你真是想做皮银的罪了 谢谢你啊瓜瓜 我晕的时候一直叫我 翠翠 还好你一会就能恢复 不然我真的会被吓死 习惯就好 因为我动不动就晕倒 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叫我翠皮翠翠 没事 翠皮翠翠 马上就要到我副手 那你肯定安全 翠皮的意思就是身体素质比较差 小妹妹 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新朋友翠翠 你们好啊 我忘记说了 我灰尘也过敏 翠翠 你今天已经晕了三十五次了 真的没事吗 我对 花粉 冷风 口水 自来水 辣椒等五万两千 247种物质都过敏 所以每天都会晕倒几百次 翠翠 你是真的翠翠 是啊 每天都在玩命太惊险了 没事翠翠 我把你的过敏原子都记下来了 保救下次全部都给你避开 快快 我太感动了 我怎么感觉有点热 有事 完了 我汗水也过敏 走出来的空调坏了 是不是要明天才能来生 快啊姐妹们 拯救翠皮翠翠就看我们了 求救了 这位小粉丝名叫豆豆 他真的很努力拍这期视频 但是他不太自信 拜托拜托 大家跟我一起夸夸大好吗 今天好玩 估计应该要查手机了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次绝对不会再来我收了 话别说太早 让人收手机的实力恐怖之急 反正 这次就想过来收我手机 我也用上特殊的停手机方法 所有人指令 马上把手举起来 搜查过所有人的书包和桌子后 这次不错 搜了一圈 都没发现有同学戴手机 那是 我们可是尊手机率的好学生 好学生是吧 超买是什么 中机 迷老师 永远是迷老师 牛牛这个大聪明又拒绝了 我没办法信 谈一下 你有没有带手机啊 没有 没有 不行 老师你看 没有没有 是吗 打开里头有通讯录 好有 还在鞋里 挺有创业 拿出来 这么有味道的糖吧 你没能懂过呀 还想我 还好我为你把手机推到天花岛上 对 我就不信了 还能发现得了 秋瑶的样子 好像在用魅力 能等 技能 50乘以35等多少 50 50 哎呀 就糟了 还想多魅力 嚇过我 没办 找上来 老王是一如地如的胸肛 看来今天 又是收获满的明天 都坐下吧 王老师 今天的类型检查 你们班收了几张手机啊 糟糕了 手机被收到姐子们 基本上是拿不过来 唉 这次磕疼 啊 主任 我都疯了 我们班没有人带手机 蛤 老王不是财数三部手机 竟然没有 妈 你们班 这个还行吗 王老师 你为啥要问主任说 没收到手机啊 你说呢 你们可真不让我生气 这一次就是老师警告 下次再让我们抓到 我可就真找你主任了 王老师 你对我们圈这么好 那老师 你是准备把手机都还给同学们吗 如果他们月考平均分 九十分以上 我就考虑考虑 还给你 不喝冰奶茶的夏天 真是不完整的 瓜瓜 嗯 我们的零花钱不是一起花光的吗 你怎么还有钱 买二十六块钱一杯的奶茶 因为我加了学校跳蚤市场的裙 把很多不用的二手的东西换成了钱 啊 跳蚤市场那个裙我也加了吧 我卖了好多 用不上的裙子和小包包 我也在里面 低下就能淘到很多绝版书 推荐 哎 怎么什么 赶紧拿我这裙 好 我这就把你拿进去 这就用上了 太好了 我刚刚逛了一个玩偶 只要真的要有二十块啊 这个跳蚤市场群人多 卖什么沐浴度特别快 我那天还在里面看到有人 他用了一半的洗衣液呢 我也看到过 是不是那个妮称叫厉头侠的人 对对对 他这会儿还在卖半瓶沐浴露呢 比普 这也能卖 为什么不能卖 我原价三十买了 他用了一半 卖十五 我用力乱出费 那你把沐浴露都卖了 晚上洗澡用去嘛 那你当然吃个骨子 我在跳蚤市场买了块肥皂 你就放心吧 啊 服了 李牛牛简直就是跳蚤市场里的奇葩 另一边 看有一条 这个在群里说 喝了两口的可乐没对嘴 还是冰的 两元春的甜乳鸡 是你吗 是人 吃了吗 还有 吃了一半实在吃不下了 还是有香肠的 五块猪 这也是我 看有一条 这个吃了半颗的荔枝 五毛猪 不过也是你吧 还得感谢那位绿头侠 就是他自己翻了我 比如这张纸 擦过了嘴 还不是很脏 可以拍两毛圈的 真是浮了 欲瞧了 不过 看着绿头侠的操作 总觉得似曾相识 这个可恶的天母鸡 到底是谁啊 把我的声音 干掉快走了 老女子 你又在干嘛 我还想战书 我们五八 要跟你们一般 玩一场三成一百米的跑步比赛 蛤 就这样 我说的 可不是一般的比赛 每一段 都让他们对方指定的东西跑 这样 大家想游戏战吗 当然 谁怕谁 送一个 佳音 二绿子 这场跑步比赛 我们一般试在一周 接力赛开始了 现在我宣布 跑步比赛正式开始 双方第一段的运动员 是乐乐和依依 有请双方 互贯跑步食用拿了物品 依依 我要你抱着这个西瓜吗 采乐 一会儿你给我抱着这个榴莲跑 可恶 居然是甲马次的榴莲 好家伙 第一棒就是两个水果 准备 齐跑 抱着榴莲算爽吧 不行 榴莲长的手太动了 糟了 抱着榴莲对乐乐的影响太大了 第一局我赢了 这张人太狡猾了 第一局我帮我挂上 鸭组队员 鸭组队员员员员员员 请交款物品 没问题 鸭组 我要你背着这个背包跑 有点重啊 我呢就要你拖着这个行李箱跑 还给我弄一个有轮子的行李箱 你还挺着心的吧 希望你一会儿还笑得出来 第二度开始 预备 准备 你们三个拉不动 我在里面放了二百斤的蹭组 在七点呗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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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金桃请交款物品 这也还废物 还得是老大我出马 看我怎么让对面没有任何赢的可能 青桃是吧 我要你背着灵瓜锅跑 什么 这也太难为人了吧 没问题 我只需要你抱着空气跑 抱着空气跑 那不是相当于没带东西 纯跑步嘛 我看你是不想赢了 决战开始 青桃这样这么蒙赢吗 放心吧 拜拜 跑 这一局简直不要赢得太紧松 什么东西过去了 亲啊青桃 你背着我居然轻松超过了 别拿这个style来自 赢了 青桃先到达终点 所以本次跑步比赛 一班以2比1战胜五班 我们赢了 青桃你不要赢了 简单 负重跑步我平时经常练 什么 我就这样输了 什么都没答应我 输给了一个背着人的女生 二女子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呢 她的对手可是武术大师青桃啊 妈妈给我买了这么多零食 拿回去室室跟大家一起去 丁丁准备好心动 来我听老哥 老实在跟我走 哥 封好胶态了 今天就算他叫破喉咙 也没有人会听见 牛牛丁丁 你们俩兄弟干啥呢 我们都遮住脸了 你怎么认出来呢 你呀 不科学 就你俩做伪装 只要眼睛没下 就都认得出啊 不对 我们都用胶带把你嘴巴封住了 你怎么能说话 怎么啦 你以为你俩在拍电视机啊 我还有事 哪块拍那么玩啊 不行 你不能走 不能走 为什么 难道 你们在密谋什么事 这 我 我们 完了 我还没编好啊 丁花花别忘了 我是不可能告诉你 二零五正在给你准备秘密惊喜 所以才派我们哥俩来托住你的 你丁丁 你脑子瓦头了 原来如此 那一会儿我假装不知道惊喜不喜欢他 你个大头鬼 这样子二零五肯定不会给我们好处备了 出来吧 看呱呱的表情已经知道我们的惊喜了 天雪你真神啦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以我对你的了解 突然放你欢 你肯定会吓得原地来一道军品权 不会是这个反应 就是 我就是知道李牛牛羊兄弟靠不住 两个猪队友 看死我们了 嘿嘿嘿 瞎死猪队友 不过你们怎么想起来给我准备惊喜 这也不是想起来 你八百万粉丝的时候 没有帮你庆祝 对啊 所以我们来今天补散了 装手三刀就准备好喽 高高每天这么辛苦的拍视频 辛苦了 谢谢大家 但是我不辛苦 只要亲爱的粉丝宝宝喜欢看 那小老房你会我也愿意 呱呱真努力 还没有关注的给他点个关注吧 我很期待一千万粉丝宝宝 你呢 臭小子 居然敢偷东西 才粉丝宝站住 你死的财的女生都这么猫 看我超电路 人呢 看有些事来掉了 你在找我吗 你确定要多管闪事吗 你力气怎么这么大 我之前干导案吧 力气能无大吗 瓜瓜 努力宝宝 目标又有人在打架 什么 你去里面 被一个女生控制到 防护官手之里 我龙老天 以后外什么温呢 我还想混 以后我见你一次 捆你一次 不敢喽不敢喽 给我老实点 莉莉我们走 天哪 丁瓜瓜最近武力其道орошan 你会上啊 再来看看真瓜瓜这边 自从跟大安西说运过的误会之后 每次还不玩的门 说得不懂 还在开小传 看你没本事才要当宝安 现在宝安都当公白是吧 什么叫你本事才当宝安 你不是白呢 是 我是宝安队长 你的我有个理性啊 宝安队长又怎么样 敢不敢跟我比一比 说的话 把宝安队长来给我 口气白土的 好了呀 别说 听你的 免得说我欺负人 骂你这比文化 我会说英文 How are you 你听了什么吗 就这样还能难道我林乖乖 嗯 All right My husband Diki 你好 こんにちは 三万一家 宝贝 你刚刚滴滴咕咕那一堆小伙子 我刚刚 很简单的 用八个语言跟误会好 你要回听我的话 我还可以继续 好了 我改变主意 不比文化 我们比体 神仙跑到那高速 出门 很强的跑 我大方的让你先跑 我外号可是飞毛腿光了 他在说什么 我都等了你师班上了 你下时候跑这么快了 你干嘛 你别管 三局两胜 现在我是队长咯 疯了 我怎么干队长都输了 可算是帮导安叔叔扳回一局了 你们说被他换回来 发现自己升职了 怪不怪很高兴啊 广东的夏天真的好热 好想吃雪糕啊 我没记错的话 你昨天吃了六个雪糕 照朋友瞧你最吃饭 不得胖死啊 不胖死也得穷死 这时候必须拿出我的冰虫 炒冰鸡 我已经提前把他放冰箱里 冻了十个小时了 现在只要把酸奶和水果往里一扔 就能表送给我了 夏日必备炒饭呗 快点 我没把姐妹们 切成熟炉很堪美味还超冰凉 嗯好吃 比我二十块买的雪糕还好吃呢 保健康健康干净 乖乖你这炒冰鸡真不错 给我的啊 小美你这口红色很好看啊 那是本公主的审美一直都很在线的好吗 嘘 不就是口红嘛 拽什么 我也去给林娃娃搞 你这口红色很好看啊 一个人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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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深眯眯的干嘛呀 在你马上就知道了 快打眼睛闭下 好吧 呢 给你了 嗯 哇 真的吗 谢谢李牛牛 你真是个大人 嘿嘿嘿嘿 你喜欢就老 快不起他要试试看了 果然就不太相信李牛牛按了什么孩子 口红果气的 你都喜不得了 回到教室 林娃娃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相信我 嘿嘿 你这个口红十一万 我不知道的好坏 我重新送你的香水骨骂一下 香水 我刚买的 保证没过气 你就原谅我嘛 那好吧 快试试喜不喜欢 真是还没死你 嗯 嗯 耶 嘿嘿嘿嘿 体力生抽脚味 你听我解释 我买的是白盒子 我也不知道它会是这种 不行了 抽到王子钻石 林娃娃 前两次礼物都是一万 啥也不要说了 其实不会再信你了 你看 我这次买了你最喜欢的小虫鱼 肯定没问题了 是吗 不会掉毛 这我也没问题 那看来应该不会有风 我就再信你最后一次 你太热了 终于送你成功 这样 林娃娃每天看到小虫鱼 就该讲解我了 嘿嘿嘿 到了晚上 你又要小虫鱼 啊 你什么鬼 你牛牛又找我 虫毛 灰君子 你给我放下 宝宝 嗯 我要帮你接了一个代骂订单 就在四叔楼下 好 拜买麻烦的 你凭什么骂我 吃这么贵的雪糕 你这小孩有太不懂事了 不知道爸爸挣钱不容易 这是我妈妈让我买的 拜买的 你又不认识他 我为什么说他不懂事 他不认识谁的事 我家小孩从来不买那么贵的 就五麻钱的大饼棍 太吃不吃 阿姨 你家还没那么懂事 估计是因为你没本事 有空门 管他还那么宽 不知道的 他以为你家住大海边呢 你个小弟太 关你什么事 那他吃个冰淇淋 关你什么事 吃你家米啦 用你家钱啦 人家买卖冻的冰淇淋 你管那么多 你只少吃点圆满 快把你写了 很大的冰淇淋 你家爸爸 没叫你要跟中长辈 我妈当然教了我要跟中长辈 但你就是在冰淇淋你的老 你老那老叫那么快 我还是大 你乖乖 你乖乖 还好找你带卖 是你个八串 乖乖加纸 那是带卖我不是专业的 下次再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 记得还找我 带卖业务繁忙 唐玉茶 你今天真丑 那也好过你天天丑 年纪轻轻的 就知道用脸吓唬人 还有你这嘴 腌了多少年了 这么入味 花小美就是比我胖 怎么了 比牛牛你没脸没皮的 当然轻啊 你真是 反正 花小美得像牛哥我这么少 才是完美身材 对对对 你少你少 猴子见了都得交就 你 我看你就是天生属黄瓜的 欠胎 后天属嚎桃的欠嘴 不会说话 这把嘴巴真的有需要的人呗 叮胎桃 你的代骂 简直让我身心舒畅 那是 还有谁要找代骂的 代骂瓜 行就谁到我